快看 瓦莉正在将自己怀孕的妻子和儿子 放到洞穴里 他们非常紧张 非常慌张 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 瓦莉不得不加快速度 使劲保持孩子和妻子的安全 同时也要抵抵靠近的人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瓦莉只能放下宠宠的绳子 和敌人纠缠起来 瓦莉毕竟是懂得中国功夫的 一个扫堂锤 将敌人放倒 这个时候的敌人 已经看到了洞穴里的孩子和妻子 她知道 如果被别的人看到 会发生什么 瓦莉没有犹豫将她捶了 顺势拖了上来 瓦莉要去帮助族人 对着慌乱的妻子说着 肯定会回来救他们的 瓦莉将绳子拴好 离开了 而另外一个人注意到瓦莉的眼睛 老是看洞穴的位置 她跑过去 看了一眼洞穴里面 妻子和孩子也紧张地躲着 这人为了探究洞穴 将一块大石头扔了进去 正好踏上了孩子的肚子 孩子的叫声 被安娜及时地捂住嘴巴 还好外面的声音足够炒茂 淹没了孩子的声音 这个人看到了地上的绳子 她将绳子割断了 虽然没有发现妻子 而妻子和孩子 也无法自己爬出来了 瓦莉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绳子落下去 全村的人都被带走后 安娜绝望地看着上面的洞口 而就在前一天 他们还是非常幸福的一家 快出生的宝宝 在肚子里活动着 安娜注意到外面 已经安静下来 让儿子去抓蚂蚁 然后将蚂蚁用指甲掐断 蚂蚁自身的本能 会将大手给夹住 这样天然的 伤口缝补针就已经完成了 儿子一生都没有哭泣 可洞穴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挨饿着 躺在里面 祈求着丈夫能安全回来就自己 也祈求着 自己能带着两个孩子安全出去 这天夜里 安娜发现 洞口有动物宝宝的凶宝 她顺势的动物 一个受伤的猴子 摔落下来 安娜吓坏了 趁着晕厥的猴子还没醒来 她拿起一个石棒 就在这时 猴子忽然惊醒 向安娜奔机过来 处于对孩子的宝库 她没有退缩 虽然自己也很害怕 但是将猴子给彻底打死了 她立马放下石棒 将受惊吓的孩子抱在怀里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对于原始的玛雅人来说 吃这些生肉 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就这样 他们度过了几天 至少不用挨饿了 吃饱后 她开始用棒子和绳子 制作逃生工具 在安娜不懈地坚持下 终于将棒子扔了上去 她带着超级大的肚子 努力地向上爬着 还没爬几步 上面的石头划了 安娜被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肚子的宝宝 像是被唤醒了一样 挣扎着 看来孩子已经快要出生了 就在这紧急关头 下雨了 雨水慢慢开始将洞穴淹没 带着孩子站立在最高的石头上 这个时候 瓦丽忽然伸头看了 供给孩子的妻子 连一句话都没说上 瓦丽又离开了 安娜来不及多想 这个时候 两个人看到洞里的安娜和孩子 他们可能也惊讶着 这对母子是如何活下来的 两人继续追逐瓦丽去了 雨水更加猛烈地下着 水面已经漫过孩子的身高 安娜只能将儿子抱着 而肚子的孩子正在履厉地出来 安娜一边还要做好准备 使出全部的力气 安娜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深呼吸着 甚至水的宝 安娜终于将孩子生了出来 安娜知道 如果瓦丽再不离开 自己和两个儿子 都要被谁给淹没了 就在紧急关头 瓦丽出现在洞 自然互相看 他们知道他们终于得救了 抱着孩子的瓦丽 带着妻子和大儿子 开始迁徙了 他们知道 有人进入了他们的领地 我们祝愿安娜和瓦丽 能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 没有人去打扰他们 给你说 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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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